哈囉大家好我是尤嘎 這場是特安娜斯的排位場實戰解說 那這場呢最主要是來跟大家分享一個比較天大的觀念 那今天這場也是因為這一個很巨大的觀念 導致說這場我們本來很逆風 然後直接反敗跟逆轉的關鍵 真的非常重要 百分之大概九成的人都不會去注意到這一點 這個等一下我們會講到 好我們先解說一下這場到底為什麼會逆風 第一個點在前期 其實雙方都看不出來到底誰比較逆風跟順風 也就是意思說在前期其實 雙方都是一個平開、誤開 但是等一下在中期的時候 會因為角色的關係 然後我們被 就是被壓著打 然後最主要就是因為對方有小丑 物理免疫 然後對方有瑞克兩次的無敵 再加上對方有瑪迦 大招的無敵 導致說我們在中期的會戰是一度直接 一直是 我們死很多然後對方只有死幾個這樣子 對就是團戰打不過 然後前期呢就是一個很無聊的對線畫面 那我就來分享一個我今天所 發現的一件事情 我不是當中的受害人 我先說我不是 受害人 那 我那位朋友呢 其實前幾天有來 找我說 你要不要 參加這個 賺快錢的方法 比如說啊什麼方法 就是大概聊了一下 他就說喔那是他女朋友在做的一個東西 然後問我要不要加入 反正那個方法就是 你只要投一個很小錢進去 然後呢隔天就會發現你的帳戶可能多了好幾倍的錢 然後那位朋友他也給我看說 他是真的有領出來過 但是呢他領出來之後 反而就是砸了更多的進去 然後我就覺得 怎麼覺得有點 怪怪的 怎麼說第一個 就是 怎麼可能會有一個東西 可以讓你投可能1000塊 然後瞬間隔天就把你翻了好幾倍 重點是他只跟你收20%的佣金 他只跟你收20% 可是你賺到是那8成 好幾倍喔 這時候我就想說 這個東西真的是有他媽的一點怪怪的 所以我當下就 決定不加入 就是不參加 然後結果過了兩天 真的 就是今天了 過兩天今天 我就看到他發一個影片說 他被騙了 他總共是被騙了 百萬 100多萬 台幣100多萬 你就知道有多誇張 重點就是 他就說我可以幫你賺錢 真的他一開始會先博取你的信任 先跟你交朋友 然後你覺得 這個朋友你真的可以交 但那個人是假的女生 你就讓你覺得說 這個朋友可以交 然後 他真的交下去之後 就發現 哇 就開始詐騙 那詐騙手法就是我剛剛講的 重點是你領 你領錢的時候 怎麼領 領錢的時候他跟你說 不好意思喔 你這邊要領 要領10萬對不對 沒關係 可是因為 你一次領太多錢的話 可能 可能會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你必須要 再投錢進去 才有辦法去領那一筆錢 也就是說 他一定要你投錢 投一筆錢進去 你才可以去領裡面的錢 所以你是不斷一直叫你投錢進去 然後 過幾天之後 就是 人間蒸發 對 那個人 人間蒸發 然後他就踩進去說 他自己被詐騙了 才會有這些事情 所以 不論說我們今天 不管在做什麼事情 在玩純說也好 真的 詐騙真的是 非常貼近我們的生活 好不好 每一分每一刻 說不定詐騙 集團 就出現在你旁邊 不要忘記 台灣我覺得 是 詐騙的天堂 每次 那個 國外的一些新聞 詐騙的都是台灣人 詐騙人的都是台灣人 莫名其妙 真是 詐騙天堂 好啦 經過這前期漫長的解說 我們看一下我們現在遊戲的情況 反正呢 就是 有那些 你投資很小進去 然後反而還可以 幫你翻好幾倍 那種你千萬不要 起一時的貪念 然後去誤了更多事情 我認真 好吧 雖然我現在也沒幾歲 講這些話 但是 這次真的都是我今天 看到一個非常精彩的 我覺得一定要 也不是去數落 那個朋友 而是 這些 實力呢 真的要跟大家講一下 天底下沒有白癡的午餐 只有說自己 就是不勞而後嘛 就自己真的努力 辛辛苦苦 賺了 血汗 才是真的是 才是真的漢啊 我講認真的 好 我們度過了前期無聊時刻 那我們這邊就是不斷的肥嘛 因為射手前期就是肥 那偶爾呢 當然也要參加一下會戰 這邊我們看到一個瑪迦 先開始二進的緩速 我們會加我們跑速 這邊先射掉了瑪迦之後 可以發現到對方的瑞克 真的超級無敵肥 這瑞克一個進場呢 完全收割 那我直接被小手直接打死 那瑞克呢 是交出瞬移 他沒有死掉他真的剩一那一咪咪 然後最後是我們全軍覆沒 真的是全軍覆沒 可是對方 最終只有倒下兩個人 一個是瑪迦 一個是圖倫 所以這一波呢 我們死了五個人 對方才死了兩個人 導致說這個人頭差距 一直被拉開 現在已經兩倍了 7比14 然後 很多觀眾都會問一件事情就是 到底逆風的時候 到底該怎麼反敗 我只能說 跟我剛才講的那件事情一樣 這是沒有不老而活的 你之後說真的是努力去賺 對 所以我現在呢 真的是努力不斷的 去找經濟去發育 我只要把我自己經濟堆起來 疊起來的話 基本上打會戰的話 就是真的 後期 我們是可以贏的 因為我剛才說這個階段 我們只是輸在角色 對方這角色太多無敵了 那我這邊一個進場 先抓掉對方的瑪迦 然後就在後面 站一個好的位置 去開設 在高端啊 大家在逆風的時候 想的是 我要趕快去賺到更多的錢 去買到更多的裝備 來去 趕快到我們後期 那我這邊是被抓掉了 沒辦法跑不掉 在高端跟低端 我覺得真的很大差別 高端會想辦法 這場我到底該怎麼贏 這邊可以看一下我經濟面板 我人頭算 231 而且我們逆風 那對方的瑞克呢 第一名 702的戰績 可是他經濟只有贏 贏我200塊 他經濟5500 我經濟5300 他真正只有贏我200塊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就是不斷在找經濟去弄 那我的第二名的隊友 我的隊友 我這一隊 第一名經濟跟我相差2000塊 我覺得一個問題啦 就是 你要怎麼樣子 去拿到你最多的經濟 今天這遊戲就是這麼簡單 有經濟就有裝備 有裝備的話 團戰就比較容易打得贏 沒有說今天 我們整個團隊輸你5000塊 然後會戰還打得贏 那個很罕見 除非有很大的失誤 那我這邊就幫忙設一個大招 而且我們今天 這一隊就是 經濟輸了 可是隊友一直不斷的在 找架去打 就是不斷出去說 我要跟你打架 那當然是不會打贏的 喔喔喔 殘血我們就先回家 補個狀態 你看就是這樣啊 就是今天隊友 今天你已經逆風了 經濟已經輸了 可是你一直跑出去 去打架 我們今天能做的事情 我建議大家就是 守塔 守兵線 兵線來了 把他清掉 也一出 馬上把他清掉 那我這邊來到下路 因為我根本不想要去打會戰啊 就是隊友現在就一直不斷去打 一些無意義的戰爭 你懂嗎 無意義的戰爭 就是打贏那個 打贏那個你也不能幹嘛 你也不能去推塔 那我現在做的就是 不斷的去 找經濟去農 然後呢 我是不斷的在注意魔龍 可以注意看我的位子 你看我的隊友 我現在人頭已經輸了一倍了 10比20 可是我隊友還是不斷的出去 想要去殺人 想要去打架 那你經濟輸的情況底下 你當然怎麼可能打得贏 打輸了 你就是回老家 回溫泉 等待復活時間 這樣是何必呢 那你不如能做的事情就是 不斷的去找經濟龍 然後找一下對方的失誤 像這邊小丑就是一個 蠻大的失誤 直接走的太前 想要殺人 這就是一個天大的失誤 我們等的就是這個失誤 嘿 那我現在呢 吃完這個紅buff 我就發現 這個地圖上面 怪怪的 怪怪的 真的很怪 為什麼 大家都消失了 所以我就看一下 對方是不是在吃魔龍 果然 正在吃魔龍 那我能做的事情就是 我要在旁邊去干擾 那剛好恰巧看到一個殘血的馬甲 兩件直接把他射死 那隊友支援速度也是蠻快的 那我覺得有九成的玩家 是不會發現到 對方正在吃魔龍這件事情 那吃魔龍怎麼判別 就是看一下小地圖 對方 異常的一坨人消失在小地圖上面 那就很有可能再吃魔龍 那他們在吃魔龍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嘗試的去做一個干擾 那我們這邊拿到了魔龍的buff 然後又有黑暗之刺 就可以打比較兇一點 把對方的圖倫直接收掉 然後中路直接推一波 那我因為我的經濟蠻肥的喔 所以點塔速度也一定是很快的 要殺人也不是問題啦 我像經濟應該是全場最高了 這邊就是找一個好的位置 先把高地拆掉了嘛 然後再去找人殺 這邊我的嗜血弓也出來了 然後納克也蠻不錯的 把下塔的兵線帶進來 導致說對方一戲之間 為了吃一條魔龍 然後被發現 團滅之後 高地直接掉了兩座 這邊我就是不斷的在等兵線 因為對方這時候還有兩個人在等待復活喔 我們一定要趁這個時候 就是不斷的 我找一個最嚴射程 然後等兵線進到主堡底下 我們就可以拆塔了 這邊一樣兵線進了 我就不管了 對我還在打瑞克 我就不管了 直接打掉主堡 這邊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大家可能都是在 Focus 焦點放在 團戰 跟拆塔 跟入野 可是很多人都不會發現到 就是我剛剛那樣 對方可能在吃龍 那在吃龍的話 你可以嘗試的去鬧一下亂一下 說不定你就可以看到 跟我剛剛一樣 看到對方有殘血了 然後直接把他收頭收掉 說不定就直接逆轉了 所以逆轉的方法 我覺得有蠻多種的 就看你要怎麼去 找到你逆轉方法 但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要先顧好你自己的經濟 真的很重要 那這場就是特爾的 排球場實戰結束 如果覺得還不錯的話 給我一個大大喜歡 我是又哥 我們下回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